她转动铅笔道 把铅笔削一根锥 然后对着手指戳了下去 可手指瞬间流出马赛克 她试着把马赛克抹到脸上 温温的 可能这就是邪的感觉 母亲这边的平台也接到报警 她这才发现 女儿竟然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母亲终于意识到出问题了 她带莎拉去做心理治疗 却得知女儿失去了感知能力 医生建议她 从此停止对女儿的监视 关停打马系统 让她亲眼了解现实中的善与恶 这样子才能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回家后 母亲经过一番内心挣扎 还是决定关停系统 并试着把她塞进柜子里 没有芯片的第一天 莎拉没有见过真实的世界 她怕自己会受到伤害 母亲合曾不是一样的 但她明白现在正是改变的时候 她给了莎拉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没有把自己的不安表现给女儿 女孩第一次自己上学 也是第一次被邻居的狗吓到 还差点跌出了马路 母亲也不止一次拿出平板 终于还是不放心地看了一眼 家 Gandalf 我老板 你怎么便